大家好 我们现在是2023年9月15号的晚上7点半 那么我们现在来开始我们今天的一个学习 我们今天讲两块的题目 讲我们的沟通干洗人 以及我们合同的题目 好 我们来开始 当然我们也是希望大家 把我们的考点去反复反复反复地读 然后这些题目也是先做一下 做了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OK 那么第一题 管理项目干洗人参与过程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限制干洗人参与项目肯定是错了的 我们是希望他能够多参与项目 鼓励干洗人参与项目 好 那么是不是说就选择B了呢 好 OK C 我们提升干洗人对项目的支持 D 与干洗人进行沟通 说实话 好 这个题目呢 我们最好的是选择C 当然这个C呢 其实也不是很好啊 我们呢就是说 应该完整的说 我们应该是要提升干洗人对项目的支持 要降低他们对我们的抵制 是不是啊 这样子呢才是一个最好的 一个最全的一个答案呢 当然只有我们的C呢 相对来说更加好一些 好 我们一般会选择什么方式 进行我们的沟通 我是要求大家 把我们的四个方式 按照我们的顺序把它记住的 我们分别应该是 参与讨论 征询 推销说明 和叙述 是不是啊 按照我们的顺序把这四个记住呢 这个地方就肯定好做了 那么呢 我们应该呢是选择我们的叙述方式 对不对 其次选择我们的推销说明 然后呢 当我们需要听取对方的意见 我们用参与讨论 或者是我们的征销 征询 是不是啊 好 这个地方按照顺序来记住啊 好 然后第三题 权力利益方格 根据干系人权力的大小 以及我们利益 对干系人进行分类 是干系人分析的方法之一 对于那些 对项目有很高的权力 同时又非常关注 这个结果的干系人 我们应当采用什么策略呢 我只想问你们一句话 权力利益方格 你们有没有按照我的要求 把它自己会画 那个图我们是自己会画的 对不对 好 现在我来一起和你们画一遍 好 你们看我画错了没有啊 好 我们的横肘是我们的权力 重肘是我们的利益 好 我想问一下你们我画错了没有 说实话 到这里你们应该可以发现 我画错了呀 对不对 当然一些喷纸呢 就不要故意呢 把我们这个截图啊 截给别人看了 这是我故意画错了 懂得没有 增加你们的印象啊 对不对 好 会讲课的人应该这样讲啊 让你们加深印象 对不对 好 反了对不对 我也知道反了呀 好 OK 我们注意千万不要画反了呀 千万不要画反了 我们的横肘应该是我们的什么呀 是我们的利益 我们的重肘应该是我们的权力 好 然后呢 我们这里有四个区域 那么我们这个题目应该是选择什么呢 应该是我们都大 都大就是我们的这个区域 是什么呀 应该是重点管理 这里是令其满意 这里是监督 这里是随时告知 是不是啊 好 OK呀 这个图你们必须要自己能够把它画出来了呀 好 然后第四题 那么这个图叫什么图呢 叫做干系人参与评估矩阵 当然应该是选择C 这个图我们也是必须要能够认识的 这个C 表示我们当前的参与程度 这个D 表示我们所希望的 所期望的参与程度 是不是啊 好 这个图必须要绘 好 然后第五题 第五题 这个题目我都不想看了 当然肯定是A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呢 学了这么多输入输出工具和技术 压根就没有学什么业务数据分析这么一个工具 是不是呢 好 可以了呀 那么第六题 在进行项目干系人分析时 经常用到我们的权利利益分析法 对于我们的DA区域啊 我们A区域的干系人 我们应该采用什么策略呢 这是我们的重点管理 这是我们的令其满意 这是我们的监督花最少的精力 这是我们的随时告知 是不是啊 我们A应该是令其满意 对不对 好 这个图你们会画的话就很好做呢 好 那么第七题 沟通过程管理的最终目标是什么 好 这个题目我们ABCD 其实都没有什么问题啊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我们必须要选一个出来 那么我们选什么呢 既然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我们又只可以选一个 我们当然是什么呀 B 保障干系人之间的有效沟通 有人说选择A A是我们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目标啊 我们当然要严格执行沟通计划 是不是啊 然后要建立沟通机制 要正确地传递信息 像这都只是我们的目标 刚才我说过呢 ABCD都对 它不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最终目标 请注意 沟通管理是为干系人管理服务的 是不是啊 我们沟通沟通沟通有什么用啊 沟通都是为了 我们把我们项目做好啊 我们干系人满意啊 是不是啊 当然是B的呀 好吗 好 当然呢 这也是我们课本的一个原文啊 对不对 好 然后第八题 关于干系人管理的描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A 干系人分析在项目立项时进行 以便尽早地了解干系人对项目的影响 这个地方我们曾经专门给你们讲过的 到底对不对呢 错了 我们曾经专门讲过的 我们确实干系人对项目的影响是越来越小 我们需要尽早地开始 但是我们到底有多早呢 是不是啊 就比如说我们去坐飞机 我们要尽早地去 但是要到底有多早呢 我提前24个小时到机场 对不对 那肯定不对啊 是不是啊 我们只需要提前 是不是啊 一个半小时 差不多就行了 没有必要太早了 是不是啊 好 这个呀 立项是进行是错的呀 我们是启动 是启动 我们虽然说需要早 但是没有必要太早了呀 好 那么关于我们的BCD 我们还是都去读一下吧 B 识别干系人的方法 包含组织相关会议 专家判断 干系人分析 干系人分析 是系统的收集干系人各种定性 和定量信息的一种方法 典型的项目干系人 包含客户用户 高层领导 项目团队 和社会成员等等等等 好 那么第九题 关于沟通管理的工具 什么是不正确的 A 沟通模型的各要素 会影响我们的效率和效果 我们应该 首先呢 首先我们有什么模型呢 就是我们的什么编码解码呀 发送方啊 接收方啊 噪音啊反馈啊 像这就是我们的要素 它应该还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效率和效果的 是不是啊 好 就比如说我们现在造成很多 我们的效果就不是很好 我们用我们的报纸和用我们的这个网络 我们的报纸就没有我们的网络的效率高 是不是啊 好 还有B 管理沟通过程中 要确保以创建并发布的信息 能够被正确的接收和理解 当然了对不对 你不按的话你干嘛 需要做沟通呢 就是需要让别人理解我们的信息 我们接受接受我们理解我们是不是啊 好 然后C啊 C 我们呢 项目经理在项目进行中 应该定期或不定期的进行我们的绩效评估 当然很正确呀对不对 我们需要经常性的做我们的绩效评估啊 好 然后我们D 为了方便快捷的进行沟通 我们项目进行过程中 需要选择固定的沟通渠道 当然就错了呀对不对 我们要不同的沟通渠道 是不是啊 好OK 所以很简单呢 那么第十题 下图干系人权力和利益的描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A 项目经理的主管领导 就是我们A区的干系人 要令其满意 我们项目经理的主管领导 我们应该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主管领导啊 应该是什么呀 他的权力大 对我们的关注度也是很大的 利益也是很大的 应该是我们B区 因为我们应该是重点管理 B 项目客户是B区的干系人 要重点管理 对于C区的干系人要随时告知 对于D区的人 我们发费最少的精力监督即可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好 第十一题 项目团队中原有五名成员 后来又有四人加入项目 与之前相比 我们团队成员的沟通渠道 多了多少条呢 我们以前呢 是二分之一的五 减去一 二分之一的五 乘以四 等于十条 我们目前呢 是二分之一的九 乘以八 等于三十六条 三十六 减去十 等于二十六 因此答案就是A 就这么简单 好 那么第十二题 识别项目干系人的活动 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 正确的是什么 好 我们一 对干系人分类 第二个 识别干系人及其信息 第三个 制定干系人管理计划 第四个 评估 关键干系人的诉求和影响力 好 我这里一看呢 一看肯定是圆圈 圆圆二在我们的最前面 圆圈三在我们的最后面 你们说是不是的 首先你肯定需要识别干系人 然后呢 什么什么最后是写一个干系人的管理计划 好 二在最前面 三在最后面 好行了 答案已经出来了呀 就这么简单 答案就是B了呀 答案就是B了 好吗 好可以了 那么如果你们不会的话呢 好 我还是给你们讲一讲吧 首先我们肯定是识别干系人一些信息 然后呢 我们需要评估他们的什么影响 什么诉求 然后我们人以内聚物以群分 把他们做一个分类 就比如说 这是反对我们的 这是抵制我们的 这是我们支持我们的 这是高的 这是低的 总之要分类 然后对于不同人类 做一些不同的计划 是不是 写计划 是不是呢 好OK啊 这些内容在课本里面也是有原文的 我们也是讲过的 在课本里面 它分的是我们的三步 你们还记不记得 而且第一步和第二步在一起 第三步在隔了一页之后才有 我还给你们讲过的 对不对 好醒来啊 然后第十三题 关于沟通表达方式的描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文字沟通的优点是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速度 进行调整 这不很对吗 我一眼看五个字 还是一眼看十行 都是可以的 一目十行 是不是 我一眼只看一个字 两个字 三个字也是可以的 这个我们确实是可以来调整的 没问题 好 B 文字沟通的优点是无法控制何时 以及是否被阅读 好 那么永生老师 现在我们有很多软件 你发给别人了 别人有没有读 不是感觉可以看得到吗 是不是 好 好 说实话呀 首先呢 这只是个别的软件 这是个别的软件 好 然后呢 你们能够控制别人什么时候去读吗 你发给我呢 我不想读好吗 我也可以不读 是不是 你无法控制我是不是 好 OK啊 因此这个B呢也应该是正确的呀 好 还有我们的C 语言沟通的优点是节省时间 因为语言的速度高于我们的阅读的速度 我感觉C就应该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可以一目十行 但是我们的语言 你就必须要一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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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听 是不是 我还举个例子 就比如说 我是很烦一些男人给我发语音的 为什么呢 如果是女生给我发语音呢 或许这个声音呢 我听得很舒服 我还可以耐心去听完 要是一些汉子给我发语音的话 我是不想看的好吗 不想 我是不想听的呀 你必须要我一秒一秒一秒 那很麻烦的呀 还不如给我发文字 我一看就行了 对不对 好 所以说呢 这个C应该是不对的 这个D 语言沟通的优点是达不到文字 资料的精确性和我们的准确性 这个是不是呢 这个是的呀 就比如说呢 我们哪一些什么方言 就比如说 马老师 马老师问你们饿不饿呀 这个饿不饿到底是肚子饿不饿 还是温度高不高啊 你们这个普通话不标准呢 是不是啊 没有我们文字精准和准确 是不是啊 好 行了呀 OK 那么因此呢 这个题目的答案应该是我们的什么呀 应该是我们的C 应该是C 对不对 这个C应该是错的 别的 我们都是正确的 对不对 好 这个意思啊 好 然后第14题 对我们项目干系人进行分类时常用的分类方法没有什么呢 我们课本里面讲了我们的四个 我们有权力利益方格 有权力影响方格 有影响作用方格 好 填空题 还有另外一个是什么 你们填空题给我打出来 快点 好 是我们的凸显模型 凸显模型对不对 好 现在呀 第15题 我们召开视频会议属于什么方式呢 我们有三种方式 我们有交互式 我们有推式 我们有拉式 对不对 那么视频会议就是 我们的 你问我答 我问你答 就是我们的交互式 交互式 好 那么你选择A 干嘛 你选 你说实话 这个题目你选择A的话呢 我是想说 你还压根没有入门呢 这个话不好听 这是实话 我们这个地方 它考的就是 交互式 推式和拉式 这个A 纯粹就是一个 为了 为了把题目抽够 下写的一个选项啊 对不对 好我们是交互式 好OK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推式呢 就比如说 我们发电子邮件 发新闻稿 就是推式 反正我把信息发送出去呢 至于你有没有收到 你收到之后 能不能理解我都不管 反正我发送出去了 对不对 好然后呢 那我们什么是拉式呢 就比如说我们的路播课程 我们的QQ群的群文件 是不是 我们把信息放在一个什么地方 你要学 就自己过来学 需要你们自己主动的 自行的来访问的 就是我们的拉式 好然后第16题 根据干系人权利利益方格分析 某手机厂商 对其品牌的忠实粉丝 即未来的潜在用户 应该采取的管理方式是什么 好说实话呀 我们也是说过的 关于我们的权利利益方格 我们有三种考法 我讲过的第一种就是说呢 只要你能够把这个图啊 把这个图画出来 别人问你什么权利大利益大什么什么什么 像这呢就非常简单 好那么第二种呢 我们呢也是会告诉你什么权利大利益大什么什么 让你去选也很简单 好第三种呢就是这个题目 就是第16题好吗 它首先需要你判断 它到底是权利大利益大还是什么什么 好你去判断了呀 第16题是这个是我们这一块最难的一个题目了 懂了没有 如果你们真的不会也可以算了 没有必要太焦虑好吗 但是第一种第一种是必须要会的呀 好那么首先 我们就而且而且我说我说个实话 第16题你不会的话 你也无法去训练 无法去备考让你会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我们会考什么角色 从来没有啊 好那么对于这个地方 我们是我们是一个手机厂商 那么我们的忠实粉丝 我们的潜在用户 他们的权利大不大 你们告诉我你们分析一下 他的权利大不大 他肯定是权利很小的对不对 你我是个手机厂商 你一个用户而已是不是 你对你有什么权利啊对不对 就比如说我现在想买一个手机 我一直抢 一直抢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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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他妈的天天在骂 骂有什么用呢 他也不管你 你一个用户而已 你管你 他管我抢得到抢不到啊是不是 他也不管是不是 所以说权利是很小的 好那么我每天去抢 每天去抢 每天去抢 表明什么呢 我天天在关注 我很关注他 是什么呀 很关注他是什么呀 利益什么呀 利益什么呀 我们是忠实粉丝 是潜在用户 是什么呀 有人在说我说什么抢不到对不对 说的很对啊 说的很对 抢不到啊对不对 我很关注他 是不是啊是什么呀 因此是权力大 利益 错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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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啊是权力小 利益大 那么既然是权力小 利益大 就应该能够判断是什么呢呀 是我们的随时告知 是不是啊 好 这个题目的难点就在于 你要能够分析这个角色 他到底是权力和利益是什么 好吗 好 这个题目答案应该是我们的A 是随时告知 好那么第17题 管理沟通的输入 没有什么呢 听我说呀听我说 既然是我们的输入 就肯定没有B了 既然是输入肯定没有B了 我都不想去分析了 别的学生我都不想看了呀 为什么呢 因为更新的 你们自己看一下全部的文章 全部的课本 更新的有没有可能是输入的呀 它不可能是输入的 更新的肯定都是输出好吗 因此当然就肯定是我们的B了呀 懂了没有好 那么这个地方为什么我们的A是的呢 沟通管理计划是我们管理沟通的输入 这很好理解 对不对 组织文化 组织文化呢 应该是属于我们的什么事业 环境因素 还有什么组织 过程资产 这都是我们的输入 然后我们的工作技巧报告 我们就是需要将我们的技巧报告 做一个沟通 要给我们的干系人 是不是呢 好 ok 答案是我们的B 好 那么第18题 什么不属于我们识别干系人的一个输入 这个题目呢 答案应该是我们的 是不是D 这个题目答案是不是D 答案是D 这个题目我感觉出的不是很好 你们有没有看课本吗 这个题目你们有没有和课本一个一个对的呀 反正按照我们课本去对的话呀 肯定A是的呀 A肯定是的 B肯定是的 干系人的记录模板 呃 这个 反正 反正按照我们课本呢 按照我们的课本原文 应该是没有这两个原文的 没有这么两个 就是说 没有这个一模一样的说法的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应该没有的应该没有的呀 好吗 呃我们这个干系人的记录模板呢 我们可以 那么为什么C是的呀 为什么C是的呢 因为我们呢 因为我们要识别干系人 识别干系人之后呢 我们需要写一个干系人的登记册 一个登记册 这个记录模板呢 就可以理解为 我们一个 一个模板 一个框架 我们到时候好来写 我们的干系人登记册 所以说这个C呢 应该是一个输入 它只是课本里面应该没有这个原文说法 但是应该是这个输入好吗 好这个D呢应该不是的对不对 好 行吧 这个题目如果你们想去深究的话呢 就去看我们课本的原文 到底有哪些输入就行了 这个意思好不好 好 然后第19题啊 关于沟通管理的描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六个人的会议中 我们的渠道 有我们 有人说C在我们的 C在我们的组织 或是资产里面 是不是确定有这个原文 是不是一模一样的 是不是的呀 是不是的 告诉我是不是的 因为我从来没有看 确定是不是 好行 好行啊 好 那就说明我刚才讲错了呀 刚才我讲 讲错了 说什么呢 他还 为什么会讲错呢 因为我是从来 我还不会要你们去看组织 卧生资产 事业环境因素的 好 说明还是 确实有原文啦 确实有原文 好吗 当然你们也没有必要去认真看 我们的组织 卧生资产 事业环境因素 没有必要看啦 好 那么其实刚才 我这个分析 是对的 注意 刚才我虽然说讲错了 错在哪里呢 错在我说没有原文 只是这个地方错了 这个地方错了 好吗 然后呢 他呀 他为什么是输入呢 刚才我的分析是对的 是不是 你这个模板 就是便于我们写 干写人登记册的一个模板 是不是 好 OK啊 那么第19题 这个A 1的6乘以5 等于15条 这不是很对吗 好 B说明这种沟通方式 参与程度 比叙述的低 我们叙述是最后一个 是最后一个 推销说明的参与程度 应该比我们的叙述 要高一些 要高一些 是不是啊 好 那么这个C啊 C呢我记得 我特意给你们讲过的 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反正这个C啊 我来告诉一下你们 这个C呢我当时呢 这个题目我当时做的时候啊 我认为C呢是错的 后来我仔细的翻了我们的教材 我才发现是我错了 为什么呢 来 现在我们是2023年 我来问你 网络直播是什么呢 来 现在我们是2023年 好 就算当时这个题目是2021年下半年考的题目 来 我问你2021年下半年的时候 我们的美女主播在我们的抖音里面给别人唱歌跳舞 然后大哥刷了一个滑指 我们美女说感谢大哥 感谢榜一大哥 别人欢了一个抖音一号 我们的美女说 哦 感谢我们的抖音 感谢我们的某某某 请问是不是的 2021年网络直播 是不是刚才我讲的这种说法 然后呢我们刷了一个抖音一号之后 我们的大哥说来美女给我挑一个插玻璃 这个时候我们美女就插插插呀插 就开始插了 来 请问2021年的网络直播 是不是刚才我讲的这个意思 是不是的 还那时候不实习呢 2021年下半年还不实习吗 好 来 你们说当时2021年的时候 他们的考生做视频会议和这个谁选项 什么是视频会议呢 什么是视频会议呢 嗯 就是 哎我们呢 开会 用视频开会 开摄像头开会 你说我答 你答我说 就呃 呃 你只是不理应插玻璃 那插别的可以吧 好吗 好来 视频会议啊 就是呢 我们 开摄像头来开会讨论 肯定是负通性很强的 那么我们当时的网络直播 也不是负通性很强的吗 我一刷礼物别人就可以感谢我 我一教他干什么 他就可以干什么 这不就很强的吗 这怎么做呀 怎么做啊 我告诉你们当时这个题目我不会做 后来我仔细翻书 才发现我们的教材是 有人说网络直播有延迟 好像视频会议没延迟一样的 是不是啊 视频会议没有延迟吗 是不是啊 好 OK啊 我仔细去翻教材 发现我们教材 2016年出版的 里面写的网络直播 这个什么意思 什么是直播呢 就是我们呢 每天晚上7点钟 我们新闻联播 那个直播方式 像这就是我们的直播呀 好吗 好OK 那么你们把网络直播 把它当做我们是每天晚上7点钟 放新闻联播 那么请问这个C现在对不对呢 就应该很对了 就应该很对了 是不是啊 有人说现在直播讲课的提问 解答也是交互式 对 所以说按照我们目前的说法 这个C是错的 我们是一样强的 是一样强的 但是按照2016年的教材 这个直播 就应该是新闻联播这个直播 所以说这个C是正确的 好吧 好行哪样 第7题 我们呢 我们呢 什么编码呀 媒介呀 噪音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 这个都是正确的 是不是啊 好 因此啊 我们答案是什么呢 答案应该是B呀 是B 好吗 好 那么第20题 我们权力高 利益低 应该很简单 应该是选择我们的这一个呀 什么呀 有人说 网络直播可以视而不见 可以忽视 是不是啊 那视频会议 我还可以睡觉呢 我还可以睡觉呢 你开会 我也可以忽视你啊 不可以吗 不要给我扯一些别的借口 好吗 刚才我跟你们 刚才我已经给你们分析了 那这样 行吧行吧 有人说 你分析管理毛实 我不听你的 行了可以 反正我给你们分析了 你爱听不听好吗 你们说的一些借口都不准了 你说我们 大哥叫你干嘛 你不干嘛 不动性不强 那我还可以说 领导开会 我在睡觉 我不理你好吗 这也是的呀 行呢 是不是啊 第二十题啊 很简单 权力大 利益大 不不 全的呀 我们的呀 我们的呀 权力高利低 什么呀 应该是我们的 是什么呀 令其满意 是不是啊 好 好来 前面20个题目有问题的说提号和选项 来 前面20个题目说前面20个题目有问题的说提号和选项 前面20个题目有问题的说提号和选项 和选项稍微快一点点 如果没有我们就过了 第19题的B 第19题选B 是啊B是错的呀 你按照顺序 把我们的参与讨论 把我们的参与讨论 这个呀 征询推销说明和叙述 顺序记住就可以了 别喝酒别来听课 是不是啊 牛好吗 那我过的呀 好第一个是一题 什么是即时性 强的混合 沟通渠道 说实话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我不会啊我不会 这个题目在哪里有呢 这个题目也是有原文的呀 有原文的啥是D是不是 啊反正是强 那这样子吧 好来这样子啊来 我感觉这个题目啊来 这个题目肯定不是啊肯定不是C 也应该不是B 是不是啊肯定不是B和C 为什么呢 因为是啊 即时性强啊 即时性强啊 所以肯定不是B和C 那如果是混合 既然是混合的话呢 就应该不是电话 不是语音 那是视频 当然是D是不是啊 好 这样分析呢也可以分析啊 但是呢 怎么说呢 这个分析 我刚才分析很 我刚才分析的很对啊 我刚才分析的很对 好吗 但是呢 在我们的在我们的呀 教材里面 在我们题目书里面 我们有个表格 那个表格里面还记不记得 那个表格还记不记得 我们有什么文字语音混合 还有什么高等的中等的低等的 那个表格 那个表格呢 说实话还我感觉还算是比较难的 还算是比较难的 确实比较多 然后呢 这个题目呢 这么多年来 就只考了这么一次 所以说呢 如果你们能够搞定 就最好可以搞定 如果搞不定呢 也没有必要太焦虑 好吗 是这个意思好不好 好 然后第二十二题 来 第二十二题 就是我们讲的呀 权力利益方格的第二种考法 他告诉你呢 权力大利益小什么什么的 你看这 张主任是某项目的关键客户 对项目的验收有一票否决钱 为什么意思啊 他的权力很大 但他对项目的进度似乎不太关心 关注度很小 怎么样 权力大利益小 选择令其满意就行了 对不对 好可以了 好 现在麻烦你们看第二十四题 麻烦你们看第二十四题 第二十四题 我感觉好难好难 他说 根据权力利益方格 对单位内部生产核心部件的干系人 应该采取什么管理策略 好 这个题目听我分析啊 你们看我的分析对不对啊 他是生产核心部件的 就表明他对我们的呢 是一个呀 权力是很大的 他的权力很大 为什么呢 他是核心部件 权力很大 但是呢 他只是一个生产 他只是啊 生产这个核心部件 他一生产完呢 就不管了 就不管了 因此呢 应该是权力大 利益小 对我们并不是很关注 我们选择令其满意就行了 好 这种分析方法 你们感觉有没有道理 好 我再给你们分析一下 你们看有没有道理 他只是一个生产核心部件的一个干系人 他就可能就是一个呀 一个一个工人 一个工人 好吗 他只是生产核心部件的工人而已 因此呢 他的权力是很小的 权力很小 然后呢 他因为是我们的核心部件 那么对我们的这一个呢 对我们这个呀 因为他是啊 他是我们的核心部件 他就必须要非常关注我们这个项目 如果我们呢 我们这个项目的任何呀 举动他都需要知道 不然的话呢 他的核心部件是生产不出来的 或者是说和我们的是不相吻合的 是不行的 这必须要非常关注我们项目 才能去生产核心部件 因此呢 就应该是权力小 利益大 哈哈哈 来 你们告诉我 我这两种说法 哪个对 哪个不对 是不是啊 所以我感觉呀 第一个是试题 最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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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呀 比我们第一个试题难多呢 而且比我们刚才呀 手机厂商那个题目都还要难 而且我也说过呢 对于这样的题目 你们平时无法备考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知道他考哪一个举例 你不知道的呀 你怎么备考啊 是不是啊 好 第一个是试题 反正你们算了呀 第一个是试题 你们不管选什么 我都建议你们算了 算了好吗 你们只需要会考点 权力利益方格 这个考点就行了 好吗 好 行了呀 那么第一个是三题呀 项目经理将项目立会的 既要以电子为了 电子邮件 是什么呀 肯定是我们的推示啊 没问题啊 当然是这样 好 好 然后第二个是五题啊 第二个是五题 关于沟通方式的描述 什么是正确的 文字沟通 比语言沟通 更利于追溯查询 这不很对吗 我们文字有存档啊 便于我们的追溯查询 那很对呀 好行了呀 B 文字沟通 比语言沟通 更利于传递感情 我们呢 比如说文字沟通说 我爱你 三个字毫无表情 语言是 哇 我爱你呀 嘿嘿嘿 是不是啊 很有感情对不对呀 好OK呀 因此B是错的呀 语言更加有感情一些 对不对 好C 我们的语言沟通 比我们的文字沟通 更加精确 这个呢 它还是没有我们的文字精确 我们的语言可能有方言呢 可能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呢 还是不精确 是不是啊 好 我们呢 文字沟通 比我们的语言 语言比文字 更有利于无损的复制传播 我举个例子啊 语言 我们呢 语言 我的朋友说 不是这样子的 我呀 我告诉我的一个朋友 我在深圳保安工作 然后呢 我的朋友就传传传传传传 最后啊 我们村里人都知道 我在深圳当保安 是不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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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是我告诉我的朋友 我在深圳保安工作 然后后来经过很多人的传 别人 我们村里人都知道 我在深圳当保安了 我在深圳做保安的工作 是不是啊 OK 说明我们这个语言呢 还是没有我们的文字啊 这个好 这个无损传播 是不是啊 当然呢 说实话 其实我是非常想当保安的呀 这个呢 一下子可以呢 这个要比别人节省几十年了 对不对 好像我们这个男生啊 男生的终极岗位 就是我们的保安 女生的终极岗位 就是我们的保洁 你们看是不是了 好 行了呀 第26题 什么根据干系人主动 参与项目的程度 以及改变项目计划 这些能力进行分组 这应该也是课本的原文了 当然是选什么呀 根据干系人主动参与项目的程度 是什么 然后改变还有什么能力 什么能力 是什么呀 应该是我们的什么影响作用吗 是不是我们的什么影响作用啊 还是我们的什么什么什么呀 反正肯定不是A 反正肯定不是A 也肯定不是D 是不是啊 肯定不是A 也肯定不是D 应该是我们的C 是不是啊 是C啊 为什么肯定不是A呢 因为权力利益方格 我们很熟很熟 然后呢 凸显模型应该是三个 那么要么是 是不是啊 就是B和C的呀 好 还是把我们 把我们另外三个的呀 把另外这样吧 把另外两个呀 另外两个的定义 还是可以去读一下 去区分一下 好不好 应该是一个是啊 这是我们的什么影响啊 影响和我们的作用啊 好吗 好 第27题 沟通方式中控制力最弱 参与程度最强的是什么 控制力最弱 控制力最弱的话呢 就应该肯定不是叙述啊 肯定不是叙述 然后呢 劝说鼓动 有人说 有人说 是参与讨论 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啊 确实是参与啊 确实是参与 但是这里没答案啊 不是参与啊 反正肯定不是谁 这个劝说应该不对啊 劝说也还 也还比较 还行吧 还控制力还行 也应该不是B吧 当然是A是不是啊 当然是不是A啊 好呢 这个题目呢 在我们课本里面也是有的 也是有个表格 你们还记不记得 那个表格还记不记得 我给你们讲过了呀 我就说呢 我们有四个方式啊 他们分别对应什么呢 是吧 我们的呀 参与讨论 它对应的是什么呀 是头脑风暴 我们的征询 对应的是什么呢 调查问卷 推销说明呢 对应的是叙述解释 叙述呢 对应的是劝说鼓动 是不是是不是啊 记不记得 在课本里面 在题目书里面 都是有那个表格的呀 当然那个表格呢 我也是希望你们最好记住 最好把这四个能够区分一下 如果你真的区分不了 也算了吧 好不好呢 当然最好能够区分了 好不好 好 然后第四八题啊 关于干系人管理的叙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A当然就是A了呀 干系人管理是领导 控制干系人 我们并不是领导干系人 不是领导的呀 好吗 我们是管理干系人 是服务干系人 是希望他能够 我们是均衡他们的期望 这个并不是领导 不是领导 好BCD可以去读一下 干系人对项目的影响 通常在其中阶段最大 然后越来越小 我们应该在项目的初期 就识别干系人 还有我们需要在项目的不同阶段 对干系人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不同的影响 都是没问题的呀 好 然后第29题 第29题也是课本的原文 他说呀 什么不是项目的参与者 但是可能对项目的实施 具有潜在的影响的干系人 被称为什么呢 他既然不是我们呢 不是我们直接的参与者 就肯定不是主要沟通对象 也不是关键影响人 也不是主要干系人 你们说对不对 通过排除法 当然应该是谁 当然在我们课本里面 也是有原文的 好吗 你们有兴趣可以去读一下 在我们题目说的前面 也应该是有考点的 你们也可以去读一下 好不好 行了 那么第三十题 一般来说 神默关注的是如何使投资 具有最丰厚和深远的回报 好这个题目肯定不是项目团队 为什么呢 我们的员工就是拿多少工资 干多少事 我惯你别的屁事啊 项目经理也肯定不对 项目经理也只是一个打工者而已 是不是呢 这个题目呢 客户和用户 我感觉应该是A 应该是A 不是用户啊 当然是A 是客户 是我们的甲方 是客户好吗 好 那么关于客户和用户的区别 我应该给你们讲过的 我再讲一遍呢 什么是我们的客户 就是说是这样子的呀 是这样子的 如果呀 如果你们不和我抬杠 我们就可以认为客户和用户 是一个意思 懂得没有 好 因为我们这里呢 他把A和B分别拿出来 就肯定是明白着 要和我们抬杠的 是不是 好 那么客户和用户 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就比如说呀 我们呢 现在呀 我们我们 我们的教育局啊 现在我们的教育局是我们的甲方 我们教育局呢 需要开发一套软件 一套软件 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乙方来说 教育局就是我们的客户 是甲方 那么什么是用户呢 这个软件是我们的学校的老师 是我们的学生去用的 那么他们就是我们的用户 好 所以说你觉得我们这个用户 会关心什么投资啊 什么回报吗 是不是啊 一个学生还关心别人 投资回报 肯定不关心是不是啊 好 现在呀 应该是我们的这个客户啊 好吗 好 我再说一遍呢 如果我们呢 不抬杠的话 你们可以认为客户和用户 是一个意思 都是我们的甲方 如果需要抬杠 就是这样来说明一下 他们其实还是不是一个的 不是还是不是一个意思的 好吗 好 行 那么现在呢 这些题目有问题的 你们说一下题号和选项 好吗 快点 这些题目有问题的 说一下题号和选项 快点 有没有问题 好 那我过了呀 那我过了呀 好 来看我们的合同管理啊 合同管理第一题 以下关于合同管理的叙述中 什么是不正确的 签订履行变更 档案 这不挺对的吗 B 有多重因素会导致合同变更 比如范围变更 成本变更 质量要求的变更 甚至人员变更 都可能引起合同的变更 甚至重新修订 这不很对吗 C 公平合理是我们的原则之一 这不很对吗 还有 我们合同一般要求 采用这些打印文本 好 前半句话 是对的 手写的旁注和修改 不具有我们的法律效力 注意啊 是不具有啊 好 新的 那么第二题 根据合同违约管理的 有关规定 以下修述中 什么是不正确的 A 成见单位 有质量问题的 监理单位 可以要求成见单位 无偿反共整改 由此造成预期交工的 成见单位 应该赔偿违约责任 你们说 这是不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 这不挺对的吗 是不是啊 你有问题 我当然需要你无偿反共整改 然后预期呢 那你承担责任 对不对 不很对吗 好 B 成见单位出现严重违约的 监理单位 应该采取善后措施 不能终止合同 首先 我们监理单位 是我们甲方请的呀 甲方请的 你以方有问题 我甲方请的人 还需要给你擦屁股吗 还不能终止你吗 怎么可能呢 答案就是B了呀 好吗 C 因不可抗力导致费用增加和延期 我们可以协商解决 当然可以 当然可以协商 就说呢 注意啊 因不可抗力导致的损失 我们应该是费用不能索赔 工期可以索赔 当然呢 我们非要协商一下也行吧 是不是啊 只是说这么一个原则 如果我们甲方非要说 我看你可怜 我给你赔点钱 可不可以呢 当然也可以 是不是啊 好 OK啊 D 在不可抗力事件结束后的约领时间内 陈检单位应该向监领单位通报受损情况 以及预期修理和修复费用 这也没问题啊 是不是啊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的这个 我跟你说一下我们的状况啊 我们的惨状啊 好 当然 当然第二题你不会 也可以不会 你会就会 不会就算了呀 有没有必要会呢 好吗 好 第三题 合同索赔 是合同管理的一项重要内容 合同索赔的正确步骤是什么 肯定是首先要发出索赔意向通知书 然后提交详细的索赔资料 然后呢 我们呢 监理方给出答复 然后呢 我们是认可 然后是最后一个报告 应该是一三二四五 一三二四五 答案是谁 答案是谁 是不是啊 好 把这个地方呢 可以去读这么两三遍 读一下就行了 好 然后第四题 以下关于不同项目合同类型的去途中 什么是不正确的 看A啊 A 成本补偿合同 也叫做成本加酬金合同 承包人没有成本风险 这不挺对的吗 是不是啊 成本风险全部是我们的甲方在出啊 好 B 固定总价 总价合同 又称为固定价格合同 是用于工期短 风险什么呀 当然就是B了呀 应该是风险小 风险小的呀 好 C 工时和材料合同 又叫做单价合同 是固定是综合呢 我们的总价和成本补偿的一种合同 好 这个D就算了呀 D不用管了 D不用管了 行的 那么第五题 第五题他说呀 合同变更控制系统 用来规范合同变更 保证买卖双方 在合同变更中的达成一致 其内容没有什么 好 这个题目呢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我们都不会 都不会 现在你要蒙一个 那你选蒙 那你要蒙什么呢 你看提杆 你看提杆 合同变更控制系统 用来规范我们的变更 变更 内容没有什么 A 变更跟踪 B 变更说面记录 C 变更D 审计 那你说选什么呢 是不是啊 你蒙一个选什么呢 对不对 A B C都有变更 提杆不是很有关系的吗 对不对 好行呢 当然这个题目 你会就会 你不会也没有必要会了呀 并不重要好吗 好 然后第六题 某项目因甲方不能提供 实施环境 严重影响了我们项目的进度 为此项目组按照下列流程提出索赔 途中各方指的是什么 好 OK啊 是我们的甲方的原因了 是我们的甲方原因 既然是甲方原因 那么是谁来发出索赔通知书呢 就肯定是乙方了呀 肯定是乙方 好 肯定不是招标单位 也肯定不是政府部门 也肯定不是甲方 因此就是乙方 当然是第二就已经出来了 好吗 而且你们应该可以发现 这个图就是课本的一个原图 好吗 好这个题目呢 我们把这个图 去稍微的看一下 就行了 也没有必要掌握得很清楚 这个题目 好 OK 那么第七题 某系统集成商中标一个办公软件 该项目在招标时已经明确规定 该项目的经费不超过150万元 此项目适合签订什么合同 好 这个题目啊 肯定不是谁 注意 肯定不是谁啊 为什么不是谁呢 因为我们的分包合同是谁和谁签的呀 这是我们的甲方 这是我们的乙方 这是我们的分包商 分包合同是我们的乙方和我们的分包商签的 所以说这里肯定不是分包合同 好 然后呢 我们的经费不超过150万元 那么对于我们的公料合同 我们的成本补偿合同 注意 他们都是我们的开口合同 他们是没有 他们无上限 他们无上限 就比如说 马老师这个人 没有底线 没有底线 吃喝玩乐 样样来 没有底线 好 请注意马老师没有底线 但是我们的公料合同 我们的成本补偿合同 他们是没有上限的 我们就无法保证你这个项目不超过150万 好吗 因此呢 A和B也是不行的 因此答案就是低了呀 就是总价 好吗 行 通过刚才我说我没底线 你们能不能把我们的公料成本补偿 没有上限 这个地方能不能给我记住呢 好吗 我为了你们把考点记住呢 我也是把我的形象搞得很垃圾了呀 有些盆子啊 说我呢 喜欢讲什么分段子啊 讲什么什么 你们自己可以回忆一下 我这一个呀 我今年这一年 不 不对啊 我这一期啊 我这一期有没有讲过一个分段子 你们告诉我 有没有 你们摸着良心说 我这一学期 我这一界 有没有讲一个分段子 有没有 应该没有 为什么呢 因为我想啊 因为我想了的 我讲分段子 对你们来说有好处 你们还有 有很多人啊 他不是好歹呀 有很多人不是好歹 说我呢 还黑我说我什么 指挥什么什么什么 哎这样子吧 我就不讲了 对我有什么好处好吗 还搞得我的形象很差 我干嘛跟你们讲呢 我疯了 我疯了 是不是啊 我告诉你们 其实我也是个很正常的人 很啊 很正常 好不好呢 好OK 但是有他不是好歹 那我就何必呢 对不对 好OK啊 你看你们自己没心自问 我这一界没有一句 带颜色的话 没有 哎 好行了呀 刚才我才 我想说我是吃喝 什么什么的 我算了 我是吃喝玩乐 我都把这个词啊 都换了一下的 你们以为呢 好行吧 呃 这么说吧 呃这么说呀 我也是希望呢 能够呃 在那些盆子眼中 慢慢的提升我的正面的形象 让让呢 哎 马老师喜欢讲什么 分段子这个事情呢 成为历史 成为过去 好不好 好OK啊 希望你们来监督我呀 来见证我的成长 见证我的改变 好不好 见证我的蜕变 好吗 好OK啊 我们继续啊 好至于这个题目啊 我们公料和成本补偿 没有我们的上限了 好吗 没有上限啊 好OK 第八题 某系统集成商 中标一个县政府办公系统开发项目 在合同执行过程中 先政府提出在办公系统中增加人员考情模块的增加人员考情管理的模块 由于范围发生变化 合同管理人员需要重新协调 并且重新签合同 这属于什么呢 这个简单吧 在范围变化呢 需要重新签 什么呀 当然是变更了 范围变化了呀 重新签合同 不是变更吗 有变更了 有变化呀 对不对 好第九题 对于提供长期 一般是为三年 我们呢什么 金融汇率波动较大 什么呀 我们的总价加经济价格调整 是不是啊 这也是课本的 这基本上是课本的原文 是不是啊 我们工期很长的 我们通货膨胀的 我们这个价格变化很大的 什么呀 我们的经济价格调整 好 好 我们呢 第十题 第十题 神墨合同的范围比较宽 其风险得到合理的分摊 我们要注意双方对实际模样的认可 这也是课本的原文啊 这什么呀 应该是我们的公料 是不是公料啊 课本的原文啊 公料 好 为什么是公料呢 首先我要告诉你们的是 总价呀 总价合同 我们的风险 都是我们的乙方的呀 总价合同 风险都是乙方的 成本补偿合同 风险都是假方的 我们这个地方肯定不是分包 好吗 然后我们公料就是你们和我们都要承担分摊 好吗 当然这也是课本的原文 行的呀 第十一题 当然是课本的原文 公平合理呀 公平合理呀 是不是啊 来我再问一下你们 我们是先价后量还是先量后价呀 嗯 我们是先价后量还是先量后价 应该是先 先什么呀 先量后价是不是啊 先量后价呀 好 然后呢 对于我们的价格呀 我们有三种 哪三种呢 第一个 已有的 第一个只有类似的 第三个 既没有已有的 也没有类似的 是不是啊 OK呀 好 那么第十二题 关于项目合同的分类 什么是正确的 A 信息系统 项目合同 通常按照我们的范围和什么 发分 这个也错了 这个也错了呀 来 是范围和什么呀 来 我们讲过的呀 既按照我们的项目发分 不 对啊 按照我们的范围发分 我们有三个 还按照什么呀 付款方式啊 注意 一个是按照我们项目的范围 一个是按照我们的付款方式 对不对 因此A错了呀 好 B 需要立即开展工作的项目 不适宜采用成本补偿 那么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我们成本补偿 适不适合用我们的 适不适合这个地方 适当适不适合 你们发现它是适合的 对不对 好 然后工程量大 工期较长 技术复杂的项目 亦采用我们的总价 找死啊 如果你想找死就可以用总价呀 好吗 好 那么D当然是正确的呀 工要合同具有成本补偿 和总价的特点 这种范围比较宽 D是正确的 好不好 好 那么关于我们什么ABC啊 他们哪里错呢 他们应该怎么是正确的 在前面我们的考点里面 都是有的 你们可以去反复的读 好吗 好 第13题 这个题目你们肯定会做 读一下就行了呀 合同变更的处理由 变更控制系统来完成就可以了 好 第14题 什么的项目不适合用总价 我们要想用总价 是必须要非常的熟悉 我们项目的 好 然后啊 他说 你看这个C啊 C 我们的内容 没有啊 确定 没有确定是肯定不能用总价来 好 那么A B D 我们都可以读一下 我们工作量不大 而且能够精确计算 我们技术不复杂 风险比较小的项目 好吗 好 现在第10第15题 合同的变更 我们有什么活动 这个题目 我相信你们肯定 这个顺序啊 来 关于变更的流程 那六步 你们会不会背呢 如果你还不会背的话 我这么跟你们说吧 今天晚上就不要睡觉了 把它背了再说吧 好了 来 关于变更的六步 会不会背 如果你不会背的话 今天晚上不要睡觉了 行不行 就这么简单了 好 变更是哪六步啊 有人说 马老师 你给我背看看 好了 你们有没有人怼我了 来 我告诉你们了 我来背一下 我应该也背的不对啊 背的不是很 不是和课本原文一模一样 好吗 来听我背 对不对啊 第一个 编更的申请 第二个 编更的影响分析 第三个 我们批准或拒绝 第四步 变更的实施 第五步 然后呢 什么监控 然后呢 什么验证 发布 还有我们的什么 结束变更 这六步看对不对 但是呢 但这个方可能和课本的原文 不是一模一样 但是应该差不多 应该差不多呀 好吗 来这样子吧 我来翻一下课本的原文 怎么说的呀 看是哪六步吧 我来翻看看 好 来 来 你看呢 我们课本的原文是这样写的 第一步提出变更申请 第一步影响分析 第三步 CGB的审查批准 第四步实施变更 第五步监控 第六步 结束 结束 来 是不是呀 是不是我们六步啊 那是我们 在我们呢 在我们的变更管理这一块 我们课本里面讲的 变更的这么六步 是不是的 好 和我 有人说在课本的第几页 是不是啊 干嘛 这个问题 不好吧 嗯 在课本的几页不好吧 来 在课本的变更管理 那个章节啊 变更管理那个章节 好吗 这个流程必须要会背 你们应该可以发现 刚才我背的和课本的原文 不是非常一致 但是应该是百分之八十 百分之九十是一致的 那就行了 就知足了 所以说 我从来没有骗你们 我是不是跟你们说 马老师对于一个一个 对于任何一个考点 都是不可能背的一致不差的 但是这个内容我 差不多能够说出来 我能够及格 我就知足了 是不是呢 希望你们也放过你们自己啊 好不好 就是说 没有必要记一模一样的 好不好呢 你们不要给我抱怨 我记不住 记不住 我告诉你都记不住 都记不住 现在我们人都很浮躁 我们的记忆也很衰退 是不可能记得很全的 是不是呢 差不多就行 好不好 放过自己 好 第十六题啊 好 这个题目选什么呢 这个题目肯定是 我们肯定是什么 肯定是四开口啊 肯定是四 然后二 然后是三 然后是一啊 四个三一啊 四个三一啊 四个 答案是B啊 答案是B 等一下 是D吗 四三 四三一 什么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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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骗我 来 来呀 等一下 实施 请求审查 批准 提出 好 肯定是先提出变更申请 然后呢 我们是做这个审查 然后做批准 然后是十四啊 四个三一啊 答案是B啊 答案是B啊 好行 你们在说第十六题是不是啊 好来 第十六题啊 第十六题 成本补偿合同 不适用于什么 是不是啊 好 当然是D是不是啊 好 D呢 工程量不大 且能够精确计算工期 工期较短什么呀 应该是我们的总价 这个D用总价是不是啊 好对的呀 好 第十七题 关于合同变更的描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A对于任何变更的评估 都应该有我们变更的影响分析 这个A啊 这个A其实有点问题 来这样子吧 把A呢 先打一个问号 A先打个问号 打个问号吧 这个A呢 其实 A是 对于任何变更的评估 哦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啊 A呢 A A 没有问题啊 A没问题 为什么呢 A没问题啊 没问题 为什么呢 他都在说了呀 对变更的评估了呀 变更的评估了 好吗 就说明已经过了我们的初审了 过了初审了 好 来 A对于任何变更的评估 都应该有变更的影响分析 是正确的 好吗 但是我把这个内容啊 给你们说 我把这个A换一下 他说 对于任何变更 都应该有影响分析 这个话对不对 这个话其实是错的 为什么呢 在我们的高级里面呢 我们应该有变更的初审 变更的初审这个说法呢 什么是初审呢 就是做初步的审查 很多时候变更请求 一个初审都过不了 过不了初审 都到不了我们的影响分析 这一块去 对了没有 所以说呀 把A改为任何变更 都有影响分析 其实是错的 但是 但是我们这个题目 A他说是 对于变更的任何评估 都已经在我们的评估了 所以说 就有影响分析 这个话还是 还是可以啊 还是是对的 是对的 OK 那么那么B 好 这个B就肯定错了 是不是 刚才我还问过你们 是不是 到底是先量后价 还是先价后量 我就问过你们的 对不对 好 现在我们应该是先量后价 应该是先量后价 是不是 OK 那么对于我们的C和D 我们也可以去读一下 我们合同中已有适用于项目变更的价格 按照已有的 还有我们的变更申请 变更评估 变更执行 都应该用我们的书面形式来进行 好 可以了呀 好 第18题 某项目需要在半年内完成 目前项目范围不清楚 所需资源类型可以确定 这个时候我们最好用什么呢 好 OK啊 范围不清楚 范围不清楚 就肯定不是A 那么我们有没有D呢 在我们的这里也没有D啊 没有D好吗 好 那么要么是B 要么是C 好 那么我们的B 来 我们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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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三句话 你们可以听一下 项目范围非常清楚 用什么呢 用我们的总价 项目范围非常不清楚 用我们的成本补偿 我们的项目的范围不是很清楚 用我们的公料 好 来 这个题目它是说 范围不清楚 但是我们内型 我们需要什么资源 内型我们可以确定 那么因此 还是最好啊 是选择我们的C 为什么呢 我们呢 既然是资源类型可以确定 就比如说 我们的人工费 我们是500元每人每天 我们的 我们还需要网线 网线是一元一米 然后呢 我们需要啊 我们的呀 这一个呀 电脑啊 电脑是5000块钱一台 好 因为范围不是很清楚 我们目前不知道需要多少人工 也不确定需要多少网线 也不确定需要多少电脑 但是我们这个资源 内型我们知道 单价我们也知道 我们到时候一算一成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好 这个题目还是选择我们的工料啊 会好一些 而且这个工料呢 他对我们的呀 加以双方都还比较公平 比较比比较公平 是不是啊 好 ok啊 那我再说一遍呢 对于我们的这个范围很清楚 我们用总价很不清楚 用我们的成本补偿 不是很清楚用我们的工料 好新的 第十九题 我们什么是不正确的 签订前做好这场调查 这不很对吗 监力不可以参与 当然可以啊 我们任何人都可以提变更申请了 第我们在合同文本手写的旁筑和修改 不就有法律效率 这不很正确了吗 好 第二十题啊 第二十题 这个题目呢 我们呢 对于合同不明确的情况 应当先 什么呀 协商 协商 协商啊 协商 还是谈判了 corr ohn 还是B 必好一些 是不是 好 按照原文呢 也应该是B 是不是 好 行 好 好,那前面20个题目有问题的说题号和选项 前面20个题目有问题的说题号和选项 前面20个题目有问题的说题号和选项 好,欢迎来,有问题 好了,我过了呀,我过了,好 第一个是一题,什么向卖方支付为完成工作 而发生的全部的合法的实际成本 另外还向卖方支付一笔费用 对我们的利运,什么呀 就是我们的成本补偿 答案就是我们的A,很简单,必须会 好,第二个十二题 有人说,我看合同 有人在说呀,有人在说 我看合同的变更是四个步骤 刚才你背的是六个步骤,是不是 好,其实呢,刚才我呀 刚才我其实问的是变更的流程是哪一些 我问的并不是合同的变更 当然了,而且我可以这么说呀 现在假设我们是在考,我们题目是考合同变更的内容 你把我们变更的流程六部都写了,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说,本来刚才我问的就是变更的流程 就算我们考的是合同变更 你把那六部写都是没问题的 好,行的那样 按照我们的那六部具备 被我们变更的流程就行了 OK,我们第一个十二题 对于我们项目内容,技术经济指标 还在说四部四部 我知道吧,我知道 在我们课本里面 合同的变更是四部,对不对 是的 但是我刚才问的是变更的流程 我没有问的是合同的变更 我问的是变更,又不是合同的变更 是变更,是变更 就是变更管理 我们课本不是有一个专门的 我们课本不是有一个专门的变更管理这个章节吗 是变更的流程 那六部 好,你把那六部汇背呢 就算我们现在 就算,挺好的呀 你把那六部汇背呢 就算现在我们考试题目是问你 来,合同变更是什么 什么流程 你写这六部也是可以得满分的 好不好 好,行了呀 第二十二题 对于项目内容,技术指标经济 没有确定的项目 我们用什么呢 答案是什么呀 我们答案是D呀 成本补偿啊 是不是啊 好,肯定不是A 也肯定不是C呀 然后这一看呢 应该是都不明确 都不明确 很不明确 答案就是D 就行了,成本补偿 好,然后第二十三题 关于合同管理的描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A,签订前做好调查 这不很对吗 B,对于合同诈骗 尽早报案 这不挺对的吗 C,又说反了呀 我们是先量后价 先量后价 好吗,说反了 好,D D应该是正确的 是不是啊 合同文本需要计算机打印 都写在旁注 不具备法律效率 很正确 好,第一个是四题 合同生效以后 当时人就指量 价款或者报酬 旅行地点等内容 没有约定 或者约定不明确的 可以协议补充 不能达成补充协议的 按照什么 说实话 这个题目 你不看语言文 你会做吗 这个题目 你不看语言文 你会做吗 如果不看语言文的话 我会选择 什么C啊 什么D啊 什么C 是C啊 但是按照法律原文 当然就是A 是A 按照有关条款 或者交易习惯 来确定 把A去读几遍吧 好 然后第25题 这个题目 你们看一遍 会就会 不会拉倒 其实很那简单 他说 我国民法典 465条规定 依法成立的合同啊 依法成立的合同 仅对什么 具有法律约束力 好 当时人 当时人是ABCD里面 最全的一个说法呀 好吗 甲方一方 可能有丙方丁方呢 建设方 陈建方 可能还有什么 咨询方 监理方呢 委托方 被委托方 这个也不是很全 好吗 就是说呀 A这个说法 是包含了BCD 这么几个说法的 A是最全的一个说法 都没有 当事人 就是当事人了 好吗 好 行了 还有什么 买方卖方 也是的呢 是不是 就是当事人 是不是呢 当然你这个题目 你读一下就行了 没有必要去纠结它 好吗 好 第一个是六题 某项目要求尽快开展工作 但是项目涉及的某些经济指标 没有确定 签什么呀 当然是 我要马上做 然后还没有确定 选谁吗 哥们 你骗我吧 成本补偿 是不是 成本补偿啊 好 第二个是七题 关于合同变更的描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A任何变更都必须要以法律事实为基据 应该是没问题的 正确的 好 B不涉及成本进度的合同变更 不需要提交书面申请 当然需要提交书面申请了 是不是 好 谁和D呢 都可以去读一下吧 好 我们的第28题什么是不正确的 A 总承包合同有利于技术力量较强 经验丰富的大承包商的专业优势 B 分包合同中的工程可以进行二次分包 我们可以二次分包吗 当然不能 我们肯定答案是B了呀 B错了呀 好 C 单向工程承包合同有利于吸引 所有的承包商参与投标竞争 总价合同 适用于工程量不太大 且能精确计算 风险不大的项目 是不是 好 那么我们分包 对于分包我们需要注意一下 分包 第一个 必须要经过甲方同意 第一个 我们必须是非关键 非主体才可以分包 然后接受分包的人 必须要具备上的资质 还有不可以再次分包 对不对 好 OK 那么第一个是九题 第一个是九题 怎么回事 怎么是圆题 几乎 几乎一样 是不是 几乎一样 后价先量后价 是不是 还有D样 合同中已有适合于项目变更的价格 按照已有的 是不是 好 然后第三十题 什么是不正确的 A 总价合同能够使建设单位在评标时亦于确定报价最低的承包商 不挺对的吗 成本补偿合同中承包人这个B错了没有啊 B啊 我们的成本补偿合同我们的乙方没有风险了 乙方没有风险好吗 反正成本是时暴时销 还另外外加一笔钱作为利润 你有什么风险呢 你没风险对不对 好 OK C我们讲过的都是我们的成本补偿和我们的供料 都是我们的开口合同没有上限的 好 然后呢 就是因为你没有上限 所以说我们还是需要来加一个限制 加个限制 是不是 为了防止成本失控 我们可以规定我们的最高价值 是不是 一个限制 是不是 好 好 第三十一题 关于合同变更 关于合同管理的描述正确的是什么 A变更合同价款时应参考类似价格变更合同的价款 这个A呢我们只能说先打个问号吧 先打个问号好吗 因为我们可能还不对啊 因为还没有到这一步啊 可能还没有到这一步的好吗 好 B当合同中没有适用和类似项目的价格时 我们由谁提出啊 来 没有 没有适用的 也没有类似的 由谁提啊 由我们的乙方提啊 有乙方提 因此B错了呀 好 C 索赔 当然是28天 因此谁也错了呀 好 D 因不可抗力导致的费用及延误的工期 双方共同承担 当然错了呀 费用自己承担自己的工期 可以去索赔 好吗 因此D也错了呀 因此答案就是我们的A呢呀 好 我们首先是先量后价 其次 第一个 如果我们已有的 按照已有的来看 第一个 我们只有类似的 参考类似的 第三个 既没有内似 既没有 既没有适用的 也没有类似的 就是按照我们的 乙方提 甲方兼乙方 确认是不是 好 OK呀 这个我们的A呢 是我们的第二种情况 A是我们的第二种情况 对不对 好 现在 第三十二题 项目合同中 什么不属于 成见单位的义务 这个题 太简单吧 A呀 我是来赚钱的呀 好吗 我是乙方啊 我是乙方啊 我是来赚钱的呀 就比如 现在我在给你们讲课 我是你们的乙方啊 我是来赚你们的钱的呀 我怎么可能给你们支付 支付报酬呢 嘿嘿嘿嘿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好 醒了呀 A是我们甲方的义务 是不是啊 好 第三十三 这简直太容易了 第三十三题 关于合同 管理 合同变更管理的描述 什么是不正确的 A 人员变更 可能会引起合同变更 这很正确呀 B 变更申请和变更评估 必须是书面形式 注意啊 必须是书面形式 必须是书面形式 注意 当然就是B了呀 就是B了 好吗 好 我们的什么转让解除 也可以说是属于变更 然后变更 我们需要遵循 我们的变更的控制流程 是不是啊 好 没问题啊 好 我们对于合同变更 必须要是书面形式 好吗 好 来 现在有问题的人 说一下题号和选项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你们就下课 好吗 来 快点 有问题的人 说题号和选项 没有问题的人 下课 第三十三题 变更申请 也必须是书面的吗 好 我来跟你说一下 对于我们一般的变更 我们变更申请 可以是口头的 是书面的 是正式的 是非正式的 我们只要在后面 是书面的 是正式的 就可以了 好吗 但是 对于合同变更 一开始就必须要是书面的 正式的 好 第三十一题 第三十一题 那你告诉我选什么呢 C 28天 看到索赔 28天 D 不可抗力 我们是费用 自己承担自己的 工期 我们可以呢 索赔 好吗 那么 对于我们的 A 是属于我们 第二种情况 这个B 我们 不是由业主提出价格 是由乙方提出价格 我们监理和甲方确认以后执行 懂了没有 哥们 好了 还有问题没有 权力和利益方格 分不清利益大小 这个利益 这个利益 它是什么意思呢 对我们项目的关注度 是这个说法 是我们对项目的关注度 关注你 好吗 就是利益大 是这个意思 这个利益呢 并不是指我们这个项目 对你有多少利益 那是指你 那是指你 对我们项目 关注不关注 好不好 利益 是指 这个该行人 对我们项目 关注不关注 就比如 有很多别的老师 他对我们的 这个 这个呀 项目 就是利益很大的 为什么呢 他们经常会关注我的动向 便于抄袭我的资料 好吗 像这 就是 是不是啊 他就是什么呢 权力小 还是我们的利益大 真的 那个什么参与的强弱 我还没有记住 来 第一个 参与讨论 第二个 来 快点来 给我背一下 来 给我背一下 第一按照顺序背 第一个 参与讨论 第二个 征询 第三个 推销说明 第四个 叙述 好 会背了没有 会背了没有 第一个 参与讨论 第二个 我们的 推销 第二个 征询 第三个 推销说明 第四个 叙述 今晚不睡觉 也要背的是哪一个 编根的流程 编根的流程 那六步 那六步 编根的流程 最基本的一个内容 来这样子吧 来这样子 你们也不要说 什么什么 来我告诉你们 来我告诉你们 来我来告诉你们 在我们的案例分析中 有一个专门建议你们去认真背的地方 你们知不知道 来在哪里 来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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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们想你们的案例的问题不大呀 如果你们想你们的案例的问题不大 请把案例的 请把题目书 来 请把题目书569页 好吗 题目书569页 一直看到哪里呢 看到哪里呀 请把题目书的569页 一直看到哪里呀 看到620个页 好吗 请把题目书569页 认真看到620个页 而且这些内容 我们都是会有视频的 会有视频的 好吗 你们现在呢 现在呀 你们去看一下 看哪些 已经有视频了 已经有视频了 去看一下 好不好 好 OK 这个度啊 度可以 度可以的 如果你不会的话 你问群主 应该是可以的 可以的 好吗 还有问题没有 还有问题没有 好 那我下了呀 那我下了 好吗 下了 你们双修认真学习 好吗 你们双修认真学习 有人说 不是背 607页到660个页吗 好 问得非常好啊 这个背 我是需要你们去背那 但是刚才我讲的是 烂力没有问题的话 我没有说 烂力背 没有问题的话 是不是 就是说呢 刚才我说的内容 包含了背的内容 也包含了别的内容 这个意思 好不好 如果目前只长背的话呢 确实就是啊 我们的六百零 六百零几页 六百零七页 对 六百零七页最下面 到我们的六百 六百六十页面 是不是啊 好 是的呀 是的 好不好 好 OK OK啊 我现在下了呀 现在下了 好吗 好